我看別人死掉在旁邊 我們常常到太平間去註練 我們常常到家戶別人去註練 我們有沒有這樣觀察說 哪一天換成我躺在這裡 上面蓋了個托羅尼比 旁邊的人在旁邊練阿彌陀佛 那時候你怎麼辦 旁邊如果你待在那邊哭泣 你小孩在那邊哭泣 你走得了嗎 如果你沒有福報 你沒有智慧 你可能怎麼死都不知道 如果你福報大 你還可以事先都交代清楚 如果你沒有一隻十隻 連你的存款布放在哪裡 你太太都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我去註練我一個成績師的哥哥 生前他們家的菜都他買的 就是他大哥 他大嫂不會煮菜 都是他先生 就是我連友的大哥 陳先生負責買菜 他有一天去做某某功德會的環保志工 環保志工呢 那個卡車呢 專門都裝了寶特瓶 成一袋一袋的 然後綁起來 在我們新店的去尺 新店壁的那邊有個去尺 去尺那個地方呢 他正要捆好 要印到環保回收場 結果呢 後面有一袋掉下去 他就下桌查看 再把繩子固定好 結果呢 後面那個卡車的那個板子 他就把他拉下來以後呢 他把他綁好固定以後 他在 要跳下來 從後面的時候跳下來 大意了 他應該轉個身再跳下來 他不是 他往後踩 就直接踩下來 踩下來以後呢 就踩到我們台北市場 有看到的 叫做水溝蓋 地下道的水溝蓋 圓形的 大概一個臉盆大小 紫徑大概一個臉盆大小 他就因為往後踩 人身體踩空了 踩空以後呢 後腦勺往後甩 就後腦勺甩到 水溝蓋 他是某某功德會的環保子宮 以前我在長壽山打佛衣 我常常說 欸 陳師兄你下來一起練佛啦 啊 黃師兄啊 我坐不住了 我喜歡做善事了 我說做善事也要 也要學習放下了 金剛經教我們講 不自射身香味觸法不失耶 金剛經教我們說 理一切相 行一切善耶 理一切相是真空耶 行一切善是妙有耶 就是我們這一戀心啊 如果你懂得理一切相 行一切善 那麼這一戀心所做的善事 它是功德 功德可以滅罪 如果你不能夠理一切相 沒有離開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者相 你所做的善事 它是福報 差別在這個地方 福報可以得到富貴 可以得到長壽 可以得到健康 但是福報用完以後 業障還在 所以六指探訓裡面講 明人修福不修會 明人就是迷惑顛倒的人 沒有開悟的人 把修福當成修會 把修福當成修會 所以我那個陳師兄呢 他後來到慈濟醫院的時候 他還有辦法跟 護士講說呢 我叫什麼名字 我出生年齡是多少 身份證字號幾號 他都知道 可是一進到病房以後呢 交互病房以後 他就昏迷了 那當然醫生呢 緊急手術 因為他後腦少 內出血嘛 乳內出血 就給他腦袋瓜呢 割一半下來 腦袋瓜割一半 我去看他的時候呢 腦袋瓜已經蓋著沙布 白色沙布 一個禮拜沒辦法斷氣 一個禮拜沒辦法斷氣 為什麼沒辦法斷氣 因為他存在台灣的 彰化銀行的存款部 找不到 他放在哪裡 他太太不知道 密碼也不知道 我講過了 他家的所有事情 都是他在張樓的 連買菜也是他張樓的 他太太都不知道 後來我去跟他註練關懷的時候呢 我說的法他根本聽不進去 我跟那個連流陳師兄講 我說你哥哥啊 根本沒有放下 我說有到底哪一件事情 還沒有處理好 你想看看 陳師兄跟我講說 那就是帳號銀行的帳簿 就不曉得帳號幾號 也不曉得密碼 我說這簡單啊 找銀行的人來談啊 後來算是呢 他修了一點福 有這個福報 也就是說呢 他也沒有造什麼大惡 也沒有什麼因果 所以這些福報都是他應該得到的 命裡有始終須有 是不會不見的 除非他那個錢財是偷來的 搶來的 騙來的 那你死的時候是真的一塊錢都得不到的 因果是非常清楚 因果是不空的 結果彰化銀行精靈來跟他側邊跟他講 在側邊跟他講 那時候陳先生啊 你就放下 你那個銀行裡面的所有存款 不需要存款部 也不需要密碼 我知道你的號碼是幾號 我讓你的家人全部領回去 你放心 不要擔心 眾生內就是放不下這個錢財跟身體 這兩條 一個生命 一個錢財 另外一個就是情質 愛情放不下來 這個都會嚴重的障礙往生 你說這樣 就算阿彌陀在旁邊接引 他也去不了 為什麼 他放不下 他認為那個存款比阿彌陀還重要 他認為那個存款比輪迴還重要 那就麻煩了 後來彰陀陀的那個經理跟他講完以後 隔不了多久他就斷氣了 放下了 他這還不是真正放下 他只是放心而已喔 不是放下 好 那換句話說 他應該會再來輪迴 因為有行善嘛 他又是一個老實人 最起碼這套五屆十善 還有自國當的保住人生